现在这个桃园机场的事件 双北都是相当紧张 主要是这个桃园以及北北机 基本上都是一日生活圈 于是这个台大二一院长黄利明就说了 这个病毒很快就会来到台北 不能够掉以轻心 医师苏一峰也强调了 这个北台湾感染的风险压力过势增加了 民众一定要万家的小心 而在各省市政府也寄出了新的措施了 像是新美就说到 室内外都必须戴上口罩 日前我们还说在拍照的时候 可以拿下您的口罩 现在通通都禁止了 全部都得要戴上口罩 而且医院还有长照机构 都是禁止探视的 最新的消息是基隆 也跟进了这项政策了 医院还有长照机构 都是禁止探视的 提醒民众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在桃云的部分 则是说了大型活动会顺延 或者是规模会缩小 还有试吃跟饮食活动 会全数的停办 在新竹县的部分 也一样是比照了新北的状况 拍照 唱歌 室内外 都必须要戴口罩 而在台北市的部分 除了医院长照机构 是暂停探视之外 台北市长柯文哲 就特别讲调了 如果这疫情是持续的深温的话 不排除就会禁止内用了 在台南的部分 目前也率先抛出新的政策 就强调了 这个是疫情的情况 有可能会停办春节的大型活动 在高雄的部分 医院的地方也是严加管制 1月8号开始 会暂缓老人的健检 还有一般的体检 现在各县市政府 是大动作的寄出政策 就是希望疫情能够获得控制 餐厅不能内用的梦魇 难道又要上演桃源机场 群聚感染延烧 双北封锦神经 毕竟这回桃源公布的 本土个案 12位确诊者中 除了10人住在桃源 案17303的机场清洁人员 住在新北英哥 另一名基因定序不同的案 17240防疫计程车司机 则住在基隆市 也让北台湾严阵以待 像是桃源市 随即宣布市府大型活动 顺言或缩小举办 另外试吃饮食全面停办 谢住县也呼吁 宪民室内室外全程 佩戴口罩新北市 则跟上台北市脚步8号起 医院长照机构 全面停止探视 市长侯友宜更喊话 入境检疫最好改回14加7 两位市长就两个看法 但眼前疫情越来越不乐观 在不调整 入境检疫的前提下 北部县市管制措施 只能更紧缩 台北报导